今天要和大家讨论的是2000以内的读法 我们来看题目 有农夫采了1994根竹筛 请问1994要怎么读呢 好,题目问我们这个数字要怎么读 在我们要读一串数字的时候 可以先将数字写在定位板上 个位数是4,我们写上4 十位数是9 百位数是9 千位数是1 我们再依照位置把国字写下来 千位数是1,我们就写上1000 百位数是9,我们就写上900 十位数是9,我们写上90 个位数是4,我们直接写上4 合起来念,就是1994 是不是很简单呢 所以我们要念一串数字时 只要将数字的位数标出来 就可以轻松念出来咯 但是读法要注意的是 除了刚才直接将位置念出来以外 有时候会有一些特别的读法 第一点 有连续的零时只读一个零 举例来说 1006 我们会读作1006 而不是1006 第二点 临在末尾时可省略 举例来说 1500 我们会读作1500 而不是读作1500 第三点 十位数为1时 读作1时 举例来说 1912 我们会读作1912 而不是读作1912 这是比较容易弄错的地方 了解了数字的读法之后 让我们来做一些题目 第一题 1234 要怎么读呢 1234的前位数是1 我们写上1000 百位数是2 写上200 十位数是3 写上30 各位数是4 写上4 所以1234 就读作1234 第二题 1009 要怎么读呢 1009的前位数是1 我们写上1000 百位数和十位数都是0 刚才我们学过 有连续的0是 只写一个0 所以我们只写出一个0 各位数是9 最后写上9 所以1009 就读作109 就读作109 第三题 1750要怎么读呢 1750的前位数是1 写上1000 百位数是7 写上700 十位数是5 写上50 各位数是0 刚才我们学过 末尾是0时 可省略 所以1750 就读作1750 第四题 1417要怎么读呢 1417的前位数是1 我们写上1000 百位数是4 写上400 十位数是1 刚才我们学过 十位数是1的时候 写作110 各位数是7 写上7 所以1417 就读作1417 以上就是2000以内数字的读法 你学会了吗